打炸国家队1.5 要追加13亿的预算 13亿您怎么分配呢 这么多单位怎么来分配 宣导5000多万 然后呢 快一点哦不要浪费我时间哦 好那放在我们的人事上面呢 补助我们人力不足的部分多少钱呢 人力的部分没有 看起来打炸国家队1.5 然后呢 要钱没有钱 要人没有人 要设备没有设备 诈骗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我们的检警调 那到底现在人力足不足够 能不能因应这么多的 这些犯罪新的形态 他们就像变形虫一样 每隔一段时间 他又有新形态出来 那我想请问 我们这个打炸国家队1.5 要追加13亿的预算 那我不知道 这13亿是由法务部来做同筹吗 不是 那 有谁来做同筹啊 警政署 警政署来做同筹 好那就请警政署告诉我 这13亿您怎么分配呢 这么多单位怎么来分配 谢谢委员 因为我们分成四个链像 就是在宣导 就是市在这一块 好 宣导多少钱 宣导我们有5000多万 我们警政署4000万 教育部700万 没关系 整个宣导多少钱 宣导交易5000多万 宣导5000多万 好 然后呢 快一点哦 不要浪费我时间哦 好 那放在我们的人事上面呢 补助我们人力不足的部分多少钱呢 人力的部分没有 人力的部分我们 人力的部分我们是用一波 像我们情事据抵局的打造中心 我们现在有增加到102人 但是我们用 因为我们是调集我们的增加人力 好 所以人力用一波的 所以13亿一毛钱都没有用在人力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在设备这一块 像我们的侦查设备这一块 好 13亿 设备多少 我们在打造的时候 像我们刑事局就将近3亿出头 买设备 是 是买设备 好 那只有你们 那只有你们警政署其他的单位呢 其他的 所以你们到现在搞不清楚啊 去彌補這個人力不足 不要讓大家過勞死啊 你太浪費我的時間了 各位委員報告 那我們懲罩這一個面向 大概我們法務部大概 13億裡面大概2點多億 那其中有將近4千萬是用在我們未來 這個檢察官助理的費用上面 所以13億你們法務部 分配到多少 2點多 詳細數字 2點多億 對對對 那其中的4千萬 我們未來是要我們要增補我們的檢察官助理 只有4千萬用在人事不足的部分 他是因為他現在已經到年底只剩下大概7個月左右 所以他不是變 剩下的都半月左右 那我就問你金額嘛 你4千萬做在人事不足 3千9百多萬 好這樣齁 因為我怕浪費我太多時間 我只剩5分鐘 請那個是體鎮署啊 提供給我這13億 你們這個錢怎麼花的 是 好很重要啊 你追加預算 我們覺得說喔你打仗13億都應該花 但是你花在哪裡 宣傳費就花了5千萬 你看比宣傳費比花在我們基層檢察官的這個助理員的部分還要多嘛 好所以我在這邊要講就說我們很多的基層現在啊大家叫苦連天 因為案件實在是太多了 那我也看了剛才的就是你們所提供的報告 一看下來我們的人員啊除非是你們在虛報啦 好那我們現在包含檢警調我這還不含腳症數檢警調 你們現在的缺額大概我算一下大概就有900人900人之多 檢查系統缺額513人這是你們給我的這個報告我把它加起來喔 然後呢調查局說他的這個原額不足也有大概90名 警證的部分是我們這個偵查所 他的預算原額也是缺額292人 所以我把它算一下將近1000人啊900人 所以這是很大的一個缺額 那這裡面也特別提到別說現在很多的電信詐騙 那我們現在也根本沒有專人在處理電信詐騙這一塊 這可能都是用一些人力在移撥 所以我要講的是不要花錢花的很爽 但是花錢有沒有花到我們基層上面 所以檢察官才會抱怨說看起來打炸國家隊1.5啊 然後呢要錢沒有錢要人沒有人 要設備沒有設備 所以這13億要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花在大內選上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知道經過我們追加預算之後 我們不管檢查系統調查局或者是偵查組 這個部分可以補足多少人 我覺得沒有辦法一次把它全部補足啦 不可能全部補足但是呢你們一定要一些人力的缺口 剛才法務部說要聘請檢察官助理是吧 要聘請多少人呢 目前大概初步規劃100人 要規劃100人那個所謂的 就是由檢察官他的辦案的助理是吧 對好100人那他是怎麼樣分配呢 是從我們基本上 地方檢察署我們按照這個地檢署的規模 他的收案件量來分三個集聚去分配 也許有一個的有三個的有十個的 好那麻煩也提供給我 你們這一百人要怎麼樣去分配好不好 所以現在聽起來 我剛講說缺了九百人也只有法務部這邊要補個一百人 如果這個矯正署也把他這個人數弄上去 我是覺得矯正署人數我就把它踢除掉啦 因為我是先從這個源頭辦案來看 檢警掉該補人就一定要補人 好還有一點時間 來我要問法務部 這兩天就說有匿名恐嚇 擾全台 那特別是呢 今年特別多 還有這個月五月份特別多 受害的機關 從這個我們交通御書陶基高鐵台鐵 中節高節 還有學校的考場還有觀光景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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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包含高雄的壽山植物園 因為接到恐嚇性休緣一天 包含宜蘭的福山植物園 收到恐嚇性休緣一天 國中會考的考場嚇死了 因為學生考試 然後六福村也是緊急疏散 遊客 然後呢現在提到就是說 這個啊 就是你們過去曾經 說有個張海川 大陸學生 所以呢這個 看起來都是啊 好像是海外勢力啊 一個張海山 這麼厲害把我們搞到 雞犬不寧啊 大家這個 這個修 修緣的修緣啦 然後那個什麼交通也大亂了 這樣可以很可怕 如果一個張海川就可以癱瘓 台灣的這些交通的話 那真的是不得了事件 好請問法務部 張海川人在哪裡 目前我們所確定 確定是張海川來 這個恐嚇騷擾的案件有多少 好 張海川人在哪裡 跟跟委員報告 那目前這個個案他 每個個案其實發生的都有在偵查啦 那這個涉及到一個 兩岸之間司法互助的問題 那人在哪裡還必須要透過 司法互助去做 不是啦 那我們現在不在台灣 確定不在台灣 這部分的話 可能個案偵辦上 可能這邊就不方便 不是啊 我們只是說他人不人在台灣而已啊 確定有張海川這個人嗎 他有境外的IP 但是是不是有沒有這個人或誰所為 這必須要透過 所以你們確不確定有這個人 都不確定嗎 還是警戰署要補充 謝謝委員 我們從他的犯罪的手法 語言跟 他的方式 因為他都透過 境外IP或洋蔥網路 從境外 大陸以外地基網路進到台灣來 他的模式就是用 恐嚇炸彈 來威脅 但是到現在258件 都沒有 都沒有實在就是死於惡意的 就是恐嚇 就是恐嚇 純恐嚇 那他是在105年到109年 在我們台中的一個大學都市 109年回去以後 就陸續開始恐嚇 他是109年之後開始恐嚇 對 他回到台 回到 好 那他都以張海川這個人民來恐嚇 大部分本來是唐澤貴陽 他在109 111年以前都用唐澤貴陽 起訴了這個張海川 那110年以後他人又不在台灣 那110年以後 能夠確定是這個張海川嗎 有時候像新年事業 事業他有兩次 他用本名 本名 本名就是張海川 對對用本名 我就是要搞死你們 就是讓你們大亂這樣 他有兩次是用他本名 但是其他的是不是他不確定 包括他的電子郵件的 Gmail的 我們認定是張海川所為 到底多少 多少件是張海川嗎 258件 全算他的喔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 所以看起來是 都是他的用之用意 那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 你們這個難怪人家外界說 反正一個張海川 全部把 你們這說的案件 全部 放在一個你們現在抓不到的 通緝的人身上 跟我們報告 我們最近 透過兩岸共同打擊機制 那道路已經跟我們積極回應 他們要查辦了 我們檢記相關的事件 請他們查 他們回應說要查辦 是是是 他們要查辦 這個不管他一件兩件啦 我是覺得一件兩件 該查就去查 該辦就去辦 但是兩百多件 我覺得如果全部都放在 張海川一個人身上 我個人是有高度的存疑啦 當然也可能有模仿的 看到張海川這樣搞 你們雞飛狗跳 我很高興 我也這樣搞 也有可能 但是你把兩百多件 都算在一個人的身上 我個人會覺得 這是轉移焦點 好不好 你們那個 會後還是把這些 你們現在 相關 之前 就是你們現在辦的案件裡面 有多少件 確實是張海川 你們要一定有一些證據嘛 那有些還在查 這個部分要提出來 是的 你不能全部都歸到一個人身上 這個人也太厲害了 一個人就可以把我們搞成這樣子 那如果千千萬萬張海川 那我們還得了 好不好 謝謝 感谢观看